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微博对阵狼队的第一局下半场 同样是一个女巫军攻场 但这次军十九选择搬掉佣兵 我觉得这个思路倒是不错 因为确实三猛男在处理这种残局的时候 真的他们的一些能力非常的强 你放出一个先知来先知也就一只鸟 后期的话你说真的能做出多大的用来 那跟刚才那个佣兵这种真的没办法比 一个满血的游斌在开门战 简直跟个怪物一样 还顶了瓶香水扛了这一刀 局势上面的话应该还是偏向于抓机械 那么由于有先知的存在 有可能会带一个放狗 因为带放狗破先知的鸟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再加上你反正我开局也不像 那个打三猛男那种 我这里是有两个点可以抓的 如果快速抓到一个人 其实放狗直接抓是比较好的 看了一下第一个手末 直接往大方去 大方这边是回忆的先知 那就是你了 这边会抢个窗 先记身 记身完抢窗 但这边回忆比你快 应该是队友有率先爆点 好 好这边来抢窗 两个人开始了这个叫做窗户争夺战 哎我左翻右翻上来给你一刀 你让你翻一个追猎型女巫 追猎型女巫这里放狗的话应该是就要没 嗯 这里 局势九好 选择放狗直接咬住 那这只狗不好放啊 一刀直接连狗连鸟都不好放 不是刚刚说错了 这只鸟不好放 这连鸟都没机会放 直接在交互的时候就被击倒了 这个时间击倒其实还是蛮快的 因为它相当于就是在一个闪现的时间内击倒了 60秒之内吧 唐哥这边的一个前锋拉过来 有想法吗 这个想法应该不是很大 因为这里不太好撞这个角度 而且就算你真的撞到了 还不一定能撞晕 节奏上面来说是一个求人者偏崩的一个局 唐哥这边选择一波撞 就直接让先知带走 不要干扰我们的电机 然后自己拉球不吃刀 先知这边有一只鸟 但问题还是跟刚才一样 哇这边选择过来控场 把机械师的娃娃打了 那这里求人者有点难受啊 本来就是寄希望于一个人牵制机械师在外面双修的 现在机械师的娃娃 修了大半台 然后被打掉了 还要队友去补外面两个救人 会说我们救人的救不过来 还补电机 先知这里慢慢牵制 我觉得原生这里管着控着就行 找机会啊 这边可以追个二三十秒 然后看看机会 有机会吗 放狗一波咬了也就咬了 如果没机会就可以选择算了 诶 这边原生过来 狗子 跟过去 回忆这边的一个操作还是比较细腻的 诶 这边咬没咬住 好 这只狗废了 废了一只狗 鸟还拎在手上面 有机会了 这一波没打掉的话 其实蛮伤的 而刚刚 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军事九的一个想法是跟我一样的 就是我花着三十秒的一个寄生CD的一个真空期来追这一个我要主要要抓的求生者 然后寄生CD一旦好了 我这边就放着你 你反正半血你也不敢修机 对吧 你就旁边晾着 你得慢慢的消信徒 诶 这边切闪现 但是没有打到 我这时候把信徒补上了以后慢慢的控场这把有更多的机会 但是他这一轮的闪现包括前一轮的放狗想要去击倒这个先知都是没有能够成功 而先知手上稳稳的握着一只鸟 这个点还是蛮恐怖的 就是一旦你特别是寄生信徒想要去追这一刀 万一刀打打在了一只鸟上面信徒消了 这一把有可能就被穷者翻了 而现在这个局面场上面还剩两台电机 外面只有一个先知受伤 机械师其实还是修得比较快的 这里先知就是背靠一个大方 那么我看这边的闪现 闪现过来你要顶上 这就是我说的 那这一轮先知可就要跑了 这个先知 这先知胆子也太大了 你居然回去修机 你拉个点跑不香吗 但女巫这边现在也不太好处理这个先知 翻出去 再翻回来 骗 他这手翻出去翻回来 就是想要骗女巫切一下信徒 这边抢个窗 先知已经绕走 这把回忆的先知的一个操作真的非常细腻 虽然开局的时候直接被击倒了 但是后面的操作真的是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去诟病的点 堪称完美 而且他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吃到了女巫的一个心态 我知道你想要干嘛 对吧 就完美的应对到了这一点 那这一把真的 这里女巫已经不太好打了 因为他交了闪现 没有捞到刀 现在求生者这里 手上还捏有一个搏命 即使你把人击倒在 你现在把先知击倒在一个外职位的点 没有太大的一个用处 为什么呢 你干不到求生者的奠机 你还要耗费兵力来进行防守 但是如果说你不管这个先知 那么外面的求生者跟你绕 你也很难受 先知慢慢自己消信徒 一旦消掉 如果说你不补信徒 这个先知就找不到了 对吧 这个局目前来看G19要破这个局有点难了 因为他的底牌已经交了 现在是一个闪现打到底的局 抽一刀 一块板子砸头 那当然求生者这把打的都是非常好 除了中间那个娃娃 那个娃娃说实话是女巫自己的一个控场意识比较强 抓到了这个娃娃的点 也不是说求生者有什么问题 但是后面的来看 这把的MVP给到回忆 6的是真的好 他这个6女巫 感觉其他人真的看到这个先知的心头有点疼 这边再来补气针 再来补气针 求生者这边也不用担心 因为你已经没有了底牌 你不可能切失常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蹭电机 慢慢的把电机蹭掉就行了 女巫现在开门战还有一波机会 因为他是闪现开门战一波快速 多击到多个人 保个平局还是有机会的 或者真个三杀也是有机会的 就看求生者 就看求生者的开门战的一个机会了 而求生者这边的话 我觉得机械式的娃娃 这打一刀 机械式的娃娃这边是已经放出来了 那这个点本来这娃娃 这边前锋吃一道 本来这娃娃留着扛刀可能也不错 那这边放出来那就另说了 应该是贴好门了 那这个放出来应该是准备贴门的 用来贴门也可以 开门战直接贴门 然后门一开很有机会能争取一个三跑 现在我们看看这里求生者面临的是一个 还是一个大门三连一台在军工厂 我觉得那最虽然说人黄这台开的比较多 但是最有机会开的是军工厂里面这台 而这里求生者开始补血 一旦血线全部抬满 女巫将很难打 一旦血线全部抬满 女巫将很难打 女巫现在要做的就是补信徒 然后斩散线 把这个散线斩出来 信徒补出来 然后最好做到开门战能有三个 或者三个以上的信徒 然后这边就是差不多对我学补好了 那我这边对吧 就直接吃一刀 你信徒削 然后我这里拉走 你要来管我 你就来管我来 对不对 你管我的时候 前复在那边偷电机 而且我导的一个位置 你是不太能够管得住我的这个电机的 哇这里求生者在后面那一波追 先知没追到之后 求生者整体上面是全部运营起来了 这边电机直接点了呀 没有闪现 前面有板 两块板 这里要选择管门吗 选择管门 机械师娃娃这里 有没有在摸 好像没有在开门 刚才是摸了一波队友 所以说不知道这娃娃的一个位置 能不能快速贴到门 这里在追机械师 机械师也没有时间操作 好一刀倒地 挂机地压师吗 挂机地压师那边就三跑了 机械师是一挂 小门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开 守护人这边有一根铲子 这里娃娃因为刚才摸了队友 所以说是没有能够开到门 这边蓝色很激动 确实这个局能翻过来 也是比较罕见的 后面球者运营的好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但是我觉得真的这把是回忆 一个人撑起了全局 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的nice